水母说电影 他家的家庭十分贫困 他的家人希望他毕业以后能找个好工作 以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 理所当然的 两人的成绩一直到处 而兰克的身世一直是个谜 他也是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学生 开学第一天 就给欺负新生的学长一个教训 校长利用鸟窝 警戒他们要学会竞争 适者生存 兰克其多热爱鸡血 但是与死基因背的学生 查尔图不同 他头脑灵活 他们结下了梁子 于是他们在学校的屋顶 做了十年之约 兰克热心善良 是同学们的知心大哥 他喜欢帮助 一样热爱鸡血的乔一 可是当兰克 想让乔一一起享受成功的喜悦时 乔一还是抵不住压力自杀了 兰克第一次在校长面前 表达了对这种教育模式的不满 错误的学习理念 已经形成了一种无形压力 他们并没有从学习中体会到快乐 学习的快乐不是为了分数 而是在学习中体会本身的乐趣 三人在学校 总是惹是生非 多次罗怒校长 一天 他们混入校长女儿的婚礼 从而认识了校长的二女儿小雅 兰克发现 他身边有个钱不利口的富尔代贵婚妇 于是用自己的智慧 让小雅看清了她的真面目 从而博得了小雅的好感 也被校长抓了包 在偷吃卷被抓住后 校长把他们全部开除 那夜正好赶上大雨 小镇街道全部沦陷 恰巧校长的大女儿赶上林盆 可是救护车堵在路上 束手无策之下 正好碰到兰克等人 他们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以及具创新的手段 帮助校长女儿生产 最后终于生出了健康的宝宝 也轰动了整个学校 在毕业考试后 兰克考了全校第一名 校长把自己的太空笔送给了兰克 他们冰释前嫌 兰克用自己的行动 改变了一个又一个人 可是兰克却消失了 十年后 查尔图成了一名大公司总裁 他来赴兰克的十年职业 可是兰克就像时间消失一般 于是查尔图带着拉甲 法尔汉 找到了兰克家 揭开了他的身世剧迷 原来他是这家主人 原定的儿子 由于和这家孩子年龄相仿 就替他上学考试 得知事情后 他们打听到了兰克的住址 于是带上了逃婚的小雅 一同踏上了寻找兰克之旅 他们找到了在海边 和孩子们放风筝的兰克 查尔图各种需要自己 却不像 兰克其实是一名科学家 拥有四百个专利 十年之约 还是查尔图完败 他也从内心佩服兰克 生活遍地都是荆棘 成功的定义真的有很多 但是电影教会我们 大概就是勇敢地做自己 做好自己 也许就是最大的成功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三傻大脑保来屋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